那这一次习近平出访的夫人彭丽媛要陪同 而且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世界舆论格外关注呢 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呢 是他担任国家元首以后的首次外访 彭丽媛呢也是首次呀 以主席夫人的身份陪同 因为呢有这两个首次的背景呢 所以呢这个媒体呢就格外关注 这呢实际上也不奇怪 记得我刘天天呢 英国金融时报呢就率先披露了彭丽媛呢 即将陪同出访的消息 由此可见呢西方主流媒体呢是非常关注的 但为什么这次舆论是如此的关切呢 我想呢还有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彭丽媛呢 是中国呀家喻户销的著名歌唱家和歌剧表演艺术家 那么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这个知名度 他的足迹遍布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作为中国文化大使呢 享誉海外获得过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 最接触的艺术家奖 奥地利威也纳国家这个歌剧院颁发的 艺术接触贡献奖 等这个国际大奖呢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他实际上呢很早就跨入了这个 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这个艺术家行列 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他呢还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呀 康级这个结合病和艾滋病的青山大使 在国内外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 彭丽媛呢自然会备受关注 第二个原因呢是根据外媒的报道呀 彭丽媛呢将在南非发表一个简短演讲 这对新中国的元首来说呢 是迈出了一大步 领导人的夫人陪同出访 是外交礼仪 而如果发表演讲呢 则是在为国家形象和这个外交大局呢 发挥新的作用 这是中国外交的新气象 也意味着呢 这个中国呀在不断的向国际惯例靠拢 也有海外媒体说呀 这个彭丽媛呢必须和世界各国打交道 他呢既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青山大使 又是作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元首夫人 不可能呢在国际场合沉默 哎或者是点头微笑 有媒体呢已经预测呀 这个彭丽媛呢将凭借他的热情的性格 因的人心在外交场上呢 产生这个新的巨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这个人的巨大的影响力